这会儿基本嘛 哎呦会弄 走进福大校园 柯文哲一派轻松 原地到场来场无声抗议的反科学生们 却因为大雨先打退堂鼓 原本是打算跟柯主席要提到国会改革法案 他的争议 希望柯文哲主席能够三思 能够好好约束他们党团里面的成员 柯文哲主席平常面对争议的时候 往往都说这是彻翼搞的 但是实则上不是 这些都只是意见上不同 抗议学生本来有备而来 在校园公布栏贴上 把台湾民众党还给奖位水等各式标语 民众党喊欢迎学生意见表达 亲自来听柯文哲的说法 任何多元的意见 它都应该要被看见 所以如果你有各种不同的意见 我欢迎来跟柯文哲主席直球对决 我们不会请校长帮忙打问题 我们也不会请主持人帮忙来筛选 是国会直选行使法修法 拉开全台反扩权的清鸟行动 其中不少人质疑 太阳化的黄锅上变了调 是否也让白银拉紧抱 流失年轻选票 年轻人的支持度流失这件事情呢 其实也不能单看一个事件 主席到大学去演讲 就是一个民众党长期以来 一直希望跟青年对话的其中一步 化解掉年轻人对于整个国家 或是整个政策上面出现的误解 2024选后 民众党积极故装青年票 不只成立青年部 柯文哲也平跑校园演讲 如果你英文不好的话 恐怕没有办法在世界上竞争 因为AI的使用 站上第一线与学生面对面 柯文哲偶尔客串柯教授 就怕小草快快长成森林 新军文哲偶尔特尔特尔特尔德